Hello 大家好 我是旅圆營 又來到收視EJ Marcus的時間 我身邊有信報高級分析員羅崇博 Dobie Hello Dobie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視頻無風無浪 Doby 你做甚麼呢 就是今天重災區 汽車鼓 汽車鼓撞山 我們等一下再和大家聊 先看看今天大使 經過昨天的燒煙花 今天就燦爛鮭於平膽 今天一來其實都不錯 高開之後升過98點 但接著就開始向下 下午比較差 但最多都是跌過50點 終於收市就升22點 收24310 升0.1% 但成交不錯 有1213億 國企指數方面 都是高開低走 高開之後升過51 最差跌過54 終於收市跌13 保一萬人的514 跌0.1% 今天就剛好調轉 昨天就升得很全面 今天就下跌 股份佔多數 整體大市 六成股份下跌 恒指成分股五成 七股份下跌 國指成分股六成九股份下跌 但今年的重災區 就是汽車股 觸發點是甚麼 就是這個廣告 這個廣告就是 長城汽車旗下SUV系列的 十億人民幣紅包大型促銷活動 聽見十億都很害怕 瑞信最新的報告 自己主出 說內地三月頭兩個星期的 汽車銷量增速進一步放緩 經銷商經過一月和二月的保庫傳之後 普遍在三月加大設購力度 汽車制造商包括長城汽車和長安汽車 連初到現在為止的銷售增長都低過全年增速目標 當汽車銷售增長回落和市場出現價格戰的時候 就會令到投資者憂慮汽車股的盈利增長動力 從而將股值降低 高盛加多腳踩 不過他踩長城汽車 不過他一直都是維持看法 高盛的報告是維持長城汽車的沽售評級 目標價其實沒有改變 都是維持5.79 但今天汽車股真的跌到一波路了 長城汽車跌可以理解 因為他掀起減價戰 跌8.9% 但今天跌得最厲害的是吉里汽車和廣汽 跌了一成 接著北京汽車跌2.8% 東風集團跌3.4% 華晨好消息跌0.6% 問問Doby 我詳細看了 因為我不想南邁廣告 長城汽車的10億 紅包大回贈 不知道怎樣計算出來 10億 第一我計不到為何會有10億 那麼多 第二其實很普通的速銷 買一輛車大喇喇 10萬8萬 最多都是現金回贈3千 搖一搖 他自己拿多少紅包 那些 3千元 拿最多是5千元 5千元 5千元 特定那隻車人 然後你說多些 有他18個月零息 第18個月之後 那年半就是低息 其實很多賣車都是這樣的 雖然我想不到他怎樣計算 10億 但你看完他的內容 不是很特別 你見今早的汽車股 其實反應沒有那麼大 下午的跌勢就急了很多 速銷活動年年都有 不過大行我覺得是 今年提早了 提早了速銷 而且他一向都不做那麼多廣告 長城汽車都很少 銷售到這麼慢 原因是什麼 就是SUV競爭得很厲害 我們經常回大陸看 因為近這半年賣得最好的那隻車 真的是廣氣 廣氣集團 238那隻廣氣全旗 又賣得很熱賣的 你現在今天跌得最厲害的兩隻 一隻是吉仔 吉里 一隻就是廣氣 都是跌10%的 他們都是主要的做SUV 即是現在長城的汽車擺一輛 我這次就是跟你組裝的 寧願是便宜一點 最少就拿市場佔有率 打你的廣氣 所以今天廣氣下跌得很急 其實上市都沒有跌到 現在看吉仔本身就是藍醜 都升果龍 今年年頭由7.4升到12.6 升到5成2 短短不及2個半月 當然中間有很多因素 它爆冷入藍醜 基金又追貨 渡輪化龍箱又追貨做對沖 那段時間都升得很急 但是PE去到40多倍 你業績未公佈來搞你 真是少有些 即是說 其實是否在股值上 這麼貴PE 是否已經反映了 透支了很多它未來的增長呢 就要看未來它的新車好賣 吉里本身SUV來說 有兩隻品牌 一個新帝豪 一個博越 賣得挺好的 即是增長的速度 因為它基數低 所以增長都很厲害 但是都不夠廣氣勁 廣氣全期是最厲害的賣得 那它到長城汽車 那個哈佛 哈佛系列 初初出的時候很厲害 美國那套變形金剛 都有它的廣告 那時候是很熱的 即是說它出口去美國 都挺好賣的 但是就按住來砌給廣氣 變成短期來說 它是要做些事情的了 至於它現在競爭對手 吉里和廣氣會怎樣應對呢 又會不會再做些 即是打價格戰 或者看會不會在公關工作 投資者關係 那裏做好一點 令股價有些支持 那我見吉里 今天剛剛跌到二天線 穿少少的 長氣和廣氣 廣氣跌到五十天線 差不多 那來講都希望有個支持 其實股值上 我們就覺得廣氣 其實是舒服少少的 如果是太過超賣的話 你可能也有個短線的反彈 簡單來講 你覺得汽車股 其實整體的形勢未改變 不過是近期升了過急 就借著這個調整 尤其是SUV那些 那你見今天跌得少些 就是東風和北京那些 北京做什麼呢 北京現代和北京的賓士 北京賓士 那是轎車型那些多些 東風也是日系車多些 那華臣怎麼跌呢 你看 華臣都是以轎車型為主 三隻跌得少些 很明顯 我看東風那些 其實就比較落後些 估值五倍幾PE 股價比NAV還低 還有它之前的低位 都有武公司增持 這些防守性會好少少 之前升得急那些 這三隻跌得多的 短期會波動一些 大家就長線來講 沒用不擔心 今天來說 是說一些跌的 說一些升的 今天 電訊股其實聲勢持續 聯通再升百分之2.4 今天中國電訊 再升百分之3.8 中二動升百分之1.8 除了電訊股今天做好之外 還有賭業股 今天也升勢零例 其中二隻新豪 勁升百分之8.2 美宮回中國升百分之5.3 永利澳門升百分之2.4 是升股較大的澳門股 還有教育股 今天整個教育相關的那些股份 特別是大地教育 勁升四乘三 跟著羽華教育升一乘六 跟著風業教育升接近一乘 金匯教育升百分之8.9 瑞健教育升百分之5.4 你勉強說有消息的 都說是瑞健 較早前就是花旗和發巴 第一次就被他們買入評級 花旗看的目標價是三元 發巴就看兩個半 其實都差不多了 好 跟著還有 還有燃氣股 今天都普遍不錯的 港華燃氣升百分之2.2 華陽燃氣升百分之2.2 中國燃氣升百分之0.5 北控升百分之0.7 中油燃氣升百分之1.7 個別股份方面 今天有一隻股份就是新秀例 他昨天公佈 去年營利兩億五千六百萬美元 我年增進兩成九 多間大行都上調他的目標價 摩托熊將他的目標價上調到31元 野村升到30.5元 瑞信升到32元 麥格里升到22元 摩托評級是增持野村 評級是買入 瑞信是跑贏大使 不過麥格里就是跑輸大使 麥新秀例今天股價都做得很好 今天股價是升百分之9 收27.8升兩三毫半 但如果要說升得多的股份 我會說是903半截 沒錯 他就是做電視幕 他昨天收市之後公佈 去年業績轉規為盈利3.852萬美元 美元毋期色拍四毫九 今天股價急升一乘四 做1.772 升兩毫一 再看今日內地股市收市 今天全線都是回吐 上證指數今天先升後回跌31點收 3237跌1 差不多低位收 深證成分股指數升過26點之後 以全日最低位10515跌109點收市 下跌1% 至於創業版指數 也是先升後跌17點收 1957點就是全日最低位收 好 簡單用小時間問一下 今天升了四百多點之後 更上一層樓機會大嗎 今天成交很厲害 一千二百多億 其實臨尾今天的刑戶基金很厲害 似乎這些基金都是做事的 上次跟你說 深古通的南向的額度要留意 看到一些北水來 而你見昨天來講 深古通的南向都很活躍 今天來講 滬港通的南向都很厲害 都可以 看到大陸的資金是繼續買貨的 看看能否維持到 有千多億成交 因為指數現在去到這位 其實3月份的波幅已經有九百多點 今日的高位是24385點 如果用黃金比率來看 恆指由2015年的高位 大時代高位28588點 跌到2016年2月的18278點 如果反彈0.168的黃金比率 其實去到24600多附近 都是有阻力的 大家看看位置 今晚美國的經濟數據 有2月工業生產 2月設備使用量 領先指標 和3月密歇金大學編制的 消費信心指數 好 繼續留意 今晚美國會不會繼續 昨晚有些回吐 我們今天EJ Market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